你覺得你剛從1950演藝 演藝一直到2016 有沒有哪一段是你覺得太漂亮了 自己看的都覺得 Oh my God 我覺得2016吧 他2016說他現在最漂亮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年代 當然他有一定的流行元素在 但2016 是在2016的我覺得是最幸福的 因為可以用到很多不斷創新的 產品 嚇我一跳 最幸福的是因為用現在這個產品 對 因為很方便 他等於是一條龍的手臂 從底妝用到這個粉底 然後口紅最後再用上去都可以 2016 那你有覺得哪一個 哪一個世代是你覺得比較難駕馭的嗎 剛剛裡面有很多 有一些是那種很可愛的曬衫妝 對不對 王妃妝 王妃的妝還好 那頭髮有點難駕馭 因為前面要我吹風機這樣吹對不對 對 而且那個 因為假髮弄完就 但是我覺得呈現出來 你知道嗎 就連剛剛彩排 那波連女生的同事都說 好可愛喔 我是男生我就吹她 太可愛了 謝謝玉芬幫我拍這麼可愛的影片 那呢 因為你從去年到今年啊 都是這個最佳帶領人 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最喜歡 MISS HANA的哪一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MISS HANA是她非常的貼心 然後一直以來她有 剛剛說的不斷的創新 然後針對女性的需求去照顧女生的皮膚也好 對 一個彩妝她可以這麼做那麼周到 我覺得是很幸福的事情 是 就是很 就是很